我们是来自四川省愣钟师范学校的练花鞋团队 这一双双绣花鞋已经陪我们走过了十个春秋 每一次的舞台 每一次的突破 我们一直都在超越自己 因为梦想再苦再累 我们也甘之如頤 三双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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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 一双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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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要说到他们的表演 大家看到了吗 特点就是挡住脸 露出腿和脚 这叫亮花鞋 是四川浪中 比较有代表性的民俗舞蹈 对民俗舞蹈 那年多大 那一年24 24 今年25了 今年18 小伙儿叫什么来着 我叫黄磊 黄磊我印象是 你是在黄金100秒 才是第一次加入到这个团队表演 那当时那个我还印象就是 挡住了嘛 导演挺坏的 说你猜一下 哪个是男孩 男孩为什么要练这个舞蹈呢 主要是现在是传承 把发扬出我们本地的这个 特色的它一个民俗文化 过去也是有男生 跳这个亮花鞋吗 没有没有 它主要是女生跳 那现在我们就创新了 融入了一些新的元素 所以现在学生也多了 对吧 领队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吧 大家好 我是叫谢天元 那么我们这个亮花鞋团队呢 主要是由师生来组成的 我们亮花鞋第一次排练 是在2012年 这是我们首次登上央视舞台 然后呢 我们在2018年 有幸参加了央视的狗连春晚 这么多人啊 对 然后是同年的三月 我们又参加了黄金一百秒的录制 也是倍感荣幸 情景在线 所以你看这 要说到那2012年 13年的这十年过去了 对吧 对 刚好也是十年 我觉得我们作为当地的教师 所以我们有义务 有责任 去把这样优秀的传统文化 民俗文化传承发扬 也是因为一直不忘初心 所以直接就走到了现在 一晃 一晃时间也就过去了 那这样啊 那接下来你看舞台的一侧 我也希望大家留下 属于自己的时光记忆 我觉得我们作为当地的教师 所以我们有义务 有责任 去把这样优秀的传统文化 民俗文化传承发扬 也是因为一直不忘初心 所以直接就走到了现在 亮出精彩亮花鞋盘队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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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